原非左柱是轻杂的 他的坚韧度会比较低 所以我们可以拿奔杰利强的斧头去砍他 如果你不喜欢斧头 你可以用其他武器的中断的强力攻击去砍他也可以的 进去以后先打开他一拳 然后走着他的背后砍他两下 然后他会避开的 因为只有两刀的机会 这也是我们用斧头 或者其他武器中断的强力攻击的原因 再砍他两下 长期音先挡开一拳 走着他的背后砍他两下 打破他的防御 拔三盖四 强心然后追击 有的时候要小心 按闪开的时候 没有完全走着他的背后 那你就要调整自己的防御剑 往他的背面跑 才可以砍他 直接打完两下之后 发动长期音先挡开他一拳 不然的话你的机会是不用的 也是一样挡开一下 走着他背后 砍他两下 当他奔杰以后 拔三盖四 戳他一下 当他起来反击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长期攻击 或者其他武器去打他的 打开走着他背后 砍他两下 好小心 当他跑完之后 躲开他的攻击 如果他想跟你加武 你可以不用理他的 等他跳完以后 我们走过去 打开他一拳 走着他的背后 砍他两下 惨心 打开 走着他背后 惨一攻击 其实你也可以用到 准确地打开他的攻击 然后发动一波 直接推打他 不过呢 如果你追求不上的话 我就不会推荐你用这个方法 因为他很有可能 第二下攻击的时候 用他的神棍发动爆炸攻击的 就算你把他打开来 还是会扣血的 当他跑完之后 往左边回右边滚开 走过去 打开他一拳 走着他的背后 砍他两下 惨心 千万不要急哦 很多时候 帮你组织手打他 走 偷偷的欧离一拳 然后你路上的记录 就会没了 你说 气不气 喜欢我的影片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跟我讲 可以在下方留言 拜拜